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幼云求人过路求自己 我们上一回讲到这个地方 这个特体的注解非常重要 以很少的文字 把本经理论的依据 以及它殊胜的功德 都给我们介绍出来 这是非常难得而稀有的 我们还没有读到经文 对于经文就能够分析静养之心 对于这个画门 当然就非常地向往了 前面一段就四下手 后半段是从礼上讲的 但一无事暗动 仗此尽名 故特彼名号 这一句是很重要的几句话 今明就是真如本心 就是自己本人 禅安家所谓 本来面目 在《论言经》里面称之为常驻真心 它本来是近的 本来是明的 近就是极近 明就是明了 明是会 近是定 静就是涅槃 明就是菩提 可是我们现在这个静与明呢 上面有障碍 障住了 什么东西大呢 五十的暗动 五十的暗动 这个暗就是无明 五十无明 无明的像是动的 无明像是动的 真心原本是不动的 这一样动了 就把真心变作妄性了 把本明变成了无明 无明成为无始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无始 并不是说找不到开始 九元九元 九元九元界之前 正如本心就动了 当然这也是一个说法 这个说法 我们很难满意 听了很难满意 实际上 实际上 佛法里面讲无始 这个无就是没有 根本没有开始 所以 无明是虚妄的 不是真实 无明是不觉 不觉本无 这个本无怎么会有了呢 心动就有了 即时心动呢 即时就有 即时心不动呢 就没有了 所以说不上它开始了 现在你的心要不动了 现在你的心要不动了 你无明就没有了 可是我们这个心不停地在动 这就是无始暗动啊 把你的本决心障碍住了 这种心的妄动 我们反复没有法子折叉 那是说它的动向太威胁了 我们今天能够觉察到 我们心里的起心动念 这个念头很粗 我们起了贪心 起了沉惠心 起了疑心 我们能觉察得到 这个象非常非常的粗 而极微细的动向 我们没有办法觉察得到 我们没有办法觉察得到 不但我们不能觉察 你看精灵讲的 穆罗汉 他这个定功啊 相当深 所以九次的定 都没有办法觉察得到 在古印度有一些外道 他们的功夫 确确确确实实令人敬佩 定功啊 能够达到四禅八定 能够到飞翔飞飞翔天 那这个世间定功啊 这个世间定功啊 到了尽头了 到了最高峰了 在这个境界里面 他看这个宇宙人生呢 一片混沌 像我们中国过去 那个优学故事情灵里面 所讲的 混沌出开 清坤实丁 跟那个外道的境界完全相同 完全相同 可见呢 我们中国古人的那个功夫 定功啊 也到达了 飞翔飞飞翔天 认为呢 那就是宇宙人生的开端了 宇宙人生的开始 大概就从那个地方起了 所以外道啊 把这个境界 给他起个名字 叫冥帝 二十五帝 第一个叫冥帝 极品无名啊 没办法观察不到 小臣能够突破 四禅八定 到第九定了 但是 还是没有办法观察到 五十安动 这个温习的念头啊 不容易觉察 经常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才能够看到这些 威胁的 妄动呢 我告诉我们 八地菩萨 八地叫不动地 不动地的菩萨 转阿赖 尘大远 尘大远禁止 这个时候 才观察到 没有观察到 就不能够相复 观察到才能相复它 才能把它卸掉 一些调呢 一些调呢 就是转实乘治 是 习 五十万动 恢复本有的精明 这就叫 转阿赖 阿赖耶 唯一大远禁止 就是这么一张子修 八地菩萨才行啊 这个八地还指的 云叫八地 我们听了 真不容易 真难啊 实在是难 真的这么难吗 你们自己可以 细心地揣摩揣摩 我们都会做梦啊 梦从哪里来的 梦也是妄心 你在睡觉的时候 那个心还在动 不动没像 动就有像 那个像的时候 就是梦境 你能不能够觉察到 你那个梦境是几时起来的 什么原因而有梦的 梦的境界像处啊 连这个处像 我们都搞不清楚 胡宽那个威夷一下呢 所以佛法 他修学的目的 就是要破五名 恢复我们本有的境内 这个是佛法修学的宗旨 如果违背了这个宗旨 但是 那就不叫佛法了 无量无边的法门 尽管手段 方式不一样 达到目标一定是相同 这个法门也不例外啊 也是这个目标 那么我们就想着 这个法门是纯真的做法 没错 不是写法 不是外道 这个法门的修学 大主义就是底下的两句 拓笔名号 写我自信 就在这个八个字 这个法门修学的宗旨 笔名号 是阿弥陀佛 以这个名号 要写自己的自信 换一句话说 用这个佛号 打破五十岸洞 恢复本有尽名 这是净土法门修学的宗旨 所以 持名面佛 我们前面呢 讲过 欧耶大司的要解 欧耶大司说得很清楚 这一句佛号啊 一定是深深深居足 三学三慧三自良 才能够显我自信 一定要知道这一句佛号的意思啊 念的时候 阿弥陀佛 才能够深深提起观照功夫 阿弥陀佛 意思是无量觉 阿弥陀佛 这心是心静的 这心是光明的 阿弥陀佛 你的心呢是动 阿弥陀佛 你心里面呢有念有望念 这心里面没有望念 阿弥陀佛 我们在境界里面 心采迷 就要觉悟 古人常说嘛 不怕念习 只怕觉知 念头起来就是你 不管是什么念头 其念都是迷啊 那么我们讲一个念头都不起了 给主说一个念头都不起 还是迷 这个事情难办了 其念是什么 是望念 是乱想啊 一个念头都没有了 是无名 这个事情麻烦了 那么那个觉到底是什么样子 决心告诉诸位 没有念是样样清楚 它不是无名 过去现在未来都知道 心里头不起念头 这叫真念啊 这个是觉醒 如果我们什么念头都没有 什么事情一刹糊涂 这是无名 什么念头都没有 什么事情清清楚楚 明明了了 这是真心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差一点 一点都不能够差错 古人所谓是 差之好理啊 十字千里 那是真正一点都不错 我们初学用功 这句佛号不能够中断 为什么呢 这句佛号了了分明啊 这句佛号 非无念啊 有念啊 有念啊 一千万念都没有 非有念 念佛的人说 是非有念 非有无念 这是开始用功 要从这里下手 这句佛号深深 唤醒我们自己的本觉心 所以这个阿弥陀佛不是外面的 不是心外之佛了 是自心之内的 深深深 要把自己的佛弥陀佛 把它换出来啊 佛弥陀佛就是无量聚 我们六根接触六成境界 样样都聚而不明 那就是佛弥陀佛 迷了是凡夫吧 悟了是佛 对于眼前境界要绝 对于过去的要绝 对于未来的还是要绝 摄放三思 是我们绝的范围 我们这个月 要办一次动令的大段讲座 那么讲座里面 我们有两个门扩展 一门是佛修改要 一门是心经 在这念门课程里面 我们都要讨论这个问题 念门课程里面 都借归道 阿弥陀佛 借归道 特别名号行我自行 我们学了 我们学了才真正有手用 所以这个四句就非常重要 完全是从理上来说 说明这个法门 确确确实是有非常高的理论依据 绝不是理性 这样念法 念到一心不乱呢 叫做理一心不乱 一句佛号一定会念到 心开一结 与禅宗的明心见心 教下的大开圆结 没有两样 这才是廉词大师所谓 原是五宗盖罗八角 下面又告诉我 人希望也实有阿弥陀佛 那么这个阿弥陀佛呢 就是指一个人 这是一个人的名号 有没有人 确确实实有这个人 有阿弥陀佛这个人 而既此西方佛已佛在自行外 这是我们的认识清楚 那就是佛在华严经 给我们显示的最高的原理 设法界因一正庄严 是我们自己心变现的 就像我们做梦一样 整个梦境呢 是我们自己心变现出来的 心能心 时能变 这是佛法讲到最高的原理 能现的是自己心 能变化的是自己的实 心是真心 时是旺行 旺行会变化 真心能现象 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 就是这么一回事情 千经万论 说明这个事情 那么名号的作用 实实实在在不可思议 古人 古人 交给我们修修 天经呢 要能够消归自行 用功呢 用功呢 要能够啊 转实成志 修行呢 一个是结 一个是行 结 要能消归自行 就是字里讲 行我自行 这样才真正有受用 真正有心的 佛的名号 菩萨的名号 统统是 行我自行的 自行本觉 自行觉 无量觉 观世音菩萨 是行我们自行的慈悲 我们都要晓得 地藏菩萨 行我们自行的孝顺 文殊菩萨 行我们自行智慧 不行菩萨 行我们自行大愿 祝福菩萨名号 统统是行我自行 不仅仅在此地设计这一项 摩米陀佛 你能懂得这个意思 你才晓得 佛菩萨名号那么多 那就是自信的万德万能 一个名号 一个名号显不出来 那么我们自己这个名号呢 与这个也要相应 所以你皈依或者你出家 这个法师师傅给你起个名字 这个名字也是观照啊 也是行我自行的 自己要求 不但行我 也行一切众生 为什么呢 自他不傲 我出家的时候 师傅给我起个名字叫净空 那么一提到这个名字 我就要想到 我有没有清净 有没有空呢 真净真空 就是真心 就是常住真心 你们听到这个名号 不要以为 哦 这个是叫我 那就错了 那你就做了像 你马上会到自信 你的心有没有进 有没有空 你就得受用 否则的话 我们天天念这句摩弥陀佛 西方极乐世界摩弥陀佛 天天念他的名字 他听了不讨厌啊 殊不知 能消归自信呢 那是无量功德 一定要想得这个道理 我们中国古人 在家人 在家人 其的名号 都有很深的意思 跟现在人起名字 不一样啊 在观念上 思想上 不相同 父母 父母给子女起个名字 换句话说 多半都是对于儿女的 众生的期望 希望你将来 你将来一生呢 能够跟你这个名字相复好 那么这里说了 就是西方 西方确实有 世界 叫极乐世界 有佛 叫阿弥陀佛 世界与佛 也不在自信之外 要晓得自己的心 要晓得自己的心 非常的广大 信报太师 亮周杀机 所以这个心呢 不能太小了 小了就可怜了 啊 心量要大了 啊 静虚孔 变法阶 是一个自己 啊 把真正的自己丢掉了 在这个里面执着一点 认为那是自己 那很可怜呢 楠言间上有个比喻 他把大海 比喻着我们真心 把大海里面水泡泡啊 比喻那个迷惑颠倒的人 他执着那个水泡泡是大海 而把整个大海更忘掉了 这叫迷人啊 这叫反复 觉悟的人想的 整个大海是自己 那个水泡泡也是自己 水泡泡 水泡泡 美丽大海 那么由此可知 众生之所以成为众生 就是分别执着妄想造成的 离开了分别执着妄想 每一个人 智慧得香 与祝佛如来没有两样 华言经里面 释迦摩尼佛促成道的就是 很感慨地说明 一切众生 借由如来智慧得香 这个话是多清楚呢 又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 他的过时 他的错误 就是在一切法里面 其量分别执着而不能真正 因此 佛法四十之宗 都是将我们打破之处 破了我执 就是正觉了 佛法里面称为正觉 破了法执 正等正觉 五华年中职者断经了 叫五上正等正觉 正觉 是阿罗汉 正等正觉是菩萨 五上正等正觉是佛 那么佛菩萨与凡佛的差别 就是一个有执着 一个没有执着 没有执着的人 就叫菩萨 有执着的人 就叫善夫 没有执着的人 心大了 心包 太师 亮周杀戒 一有执着了 心就小了 执着的心 是忘心 是忘心 是无明 没有执着的心 是真心 是本明 这些道理 这些道理我们都要明了 要在境界里面去断练 把自己的心量掏开 下面说 即思即理 即理即思 理与思 是一个 理 是真心 能现 能变 能变的心 思 是所变 所显的现象 理事 理事 一如 理事 宝 大思 恐 狂 于 错认 故 守明也 这个大思 理念是大思 唯恐 一类狂妄之人 于迷之人 错认了 错计了 所以 首先 说 那么这一段的说明 文字 在上军 第一页里面 到时候 我们再来研究 我们现在再看 通诗大义里面 这个第二课的课题 二 在阴着 这一段 我们也要把它牢牢的记住 这一段 我们也要把它牢牢的记住 我们也要把它牢牢的记住 因为我们没有读过《大战经》 我们没有发言《大战经》经典那么多 哪一个最好我们也挑不出来 我们没有发言 我们没有发言 我们自己见不到 现在我们的接连持大师 他老人家的发言 他来帮助我们 他告诉我们 这一部经 是整个《大战经》里面 第一方便 再没有比这一部经更方便的了 方便不是不好啊 方便好啊 佛所说的一切经都叫方便说 真实的法说不出 你就是一句 原教一尘经 法华经 大家晓得 原教一尘 原教一尘经里面 最重要的一瓶 方便瓶 这不是给你明白说出来吗 凡是能说得出来的都叫做方便法 佛的主义是叫你借方便 誤辱真实 真实法要靠自己誤辱的 比如前面讲的 特别名号行我自信 特别名号是方便法 行我自信是真实法 你用这句名号 真正把你的心性行露出来了 那是你自己的功夫啊 别人帮不上忙 没法子 所以一切经统统是方便法 都是帮助我们明显明显的 那么这个经呢 在一切方便法就是第一方便法 你就晓得这个经的价值了 我们要学经呢 能够抓到这一步 把了一大藏经统统写掉 你决定成功 你这个一生决定能成就 如果要选择其他的经典 还要用这个经典来帮忙 否则的话呢 不能成 我说这个话也是有根据的 不是随便讲的 不是随便把这个法门太高了 是有四十根据 根据什么呢 华颜经 也是一层原教 华颜经里面 五十三位上之十 各位晓得这 它是代表五无量的法门 代表五无量法门 换一句话就是代表一切经 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 修哪一部经 到最后啊 还得要跟着普遣菩萨 十八愿望到归极落 你要不能够往生西方极落世界 就不能够圆满菩提 换一句话 不能成五上正等正确 这是华颜经里面 给我们显示的啊 由此可知啊 本经是华颜经的结论啊 是华颜经的结果啊 是华颜经的结果啊 可惜啊 真正认识这部经的八度 我扩颂了吧 人人都识啊 人人都识啊 人人没法觉 它是一切经里面第一经啊 一切法门里面第一法门 它没发现 所以虽然天天念 没动视它 没把它看在眼里面 结果都是当面错过 太可惜了 所以这个经不能不听 我常常说了 华颜经可以不要听 这个经不能不听 为什么呢 我们想不想一生成就 如果想一生成就 这个经太重要了 华颜经说老实话 你的一生不会成就的 这是事实 尤其是苏朝 把这一部经的经意 这样详尽的发明 实实在是太难得了 下面讲了 是释放祝福 同所赞叹过 如果不是第一经 不是第一方兵 怎么会有释放祝福 大家多来赞叹呢 我们在其他经典上 的确没看到过 只有这一部经 释放祝福都赞叹 它要不是属于第一经的话 不会有那么释放祝福 统统都来赞叹 不可能有这个现象 这都是我们应当要觉悟的 以四字名号 普界三根 直通五教果 三根 是上中下 三等根心的人 上等根心的人 根心大力 所以是一文千物 也得修净净 也得修净净 文殊菩萨 佛弦菩萨 上上根人 呢 还要求生净净 中根下根也都能往生 下根的愚人 愚痴到了极处了 他只要一心持名 也能往生 禁中常讲根属 什么样的人根属呢 就是他这一生呢 对这个认识了 下定决心了 我就是一句名号 一生再不改变了 一部弥陀经 其他的经我都不看了 不需要再研究了 这个人呢 根就输了 这个人这一生呢 决定往生 如果心里头 还想懂想西 还想研究这个 还想学学那个 根没输 他这一生呢 可以种下根 一生往生西方 我们极乐世界 靠不住 为什么呢 他在一切经教里 还三心二意 这是我们一定要明了的 对啊 那么既然是这么说法 也许有人问我了 你这个大专讲座里面 为什么不讲弥陀经 又是讲佛修改要 讲现金呢 这是不是大限差呢 这都说是大限差 没错 这是为了方便借淫出击 那些人家的念佛 他不肯念 他不肯相信它 是为了借淫出击 不但是为了借淫 现前的出击 这个里头还有一个原因 是借淫外国的出击 那国外那边写信来 那国外那边写信来 问我要这个 佛修该要啊 新金的录影带 所以我就借这个机会呢 我们现场录影 把这个录影带呀 提供国外 借淫那边的出击 慢慢还是要劝他念佛 他即使肯相信了 他更就赎了 他不肯相信了 那也不靠奈佛 那没赎吧 所以我们这个影带 以及金本 都要大量的供应国外 所以这个讲座 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么讲座期间呢 特别的欢迎你们同学们 提出问题来辩论 这有很多的好处 尤其在国外 他听了之后啊 他有疑问 有疑问呢他没地方问 所以你们问了一些问题啊 可能这些问题都是他们的疑惑 这一问也答复啊 能够对他们有很大很大的担注 不无教啊 莲齿大死 够这个弥陀金苏超 才取的是 先手无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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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教识宗本源 是释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 所说的一些法门 先手无教义 先手无教义 将他分为五个阶段 全部都包括了 教识宗本源 先手无教 到后面还会讲到 你以意见之池 你意见之池 能先自信于一生中 经是说的理论方法境界 依照经典里面所讲的理论方法境界来修行 支持就是支持名号 能够达到显自己的自信 在一生当中就成就了 这是不可思议 这是男性之法 信言自信就是见信 修其他的法门要想尽信 地球不是容易死去 参禅可以办得到 所以禅是佛门的接近 能够办得到 除禅之外修学其他的法门 一生当尽信不容 可是底下也就说呢 可从不地 只等十地 这是禅都做不到的 说个老实话 成能够达到初诸二诸 这是不成问题 这个是可能的 如果要是叫他能够登地 这个不简单 这个不简单 慈明念佛 念到礼仪也先不乱 就是见先 这个法门 这个法门里面讲的功夫 有三等 最上层的功夫 就是礼仪也先不乱 相当于圆教 初诸到实地 通通是礼仪先 礼仪先里面 功夫有前身 差别不同 功夫有前身 功夫深的 等地了 功夫前的 是识诸实现 这都是讲上等的功夫 上等的成就 中等的成就 是四亿先不乱 如果以圆教菩萨地位来说 相当于七性位到实性位的菩萨 四个阶级啊 下等的功夫 功夫成平 下等的功夫 从五品位到圆教的六性位 到圆教的六性位 到圆教的六性位 可以往生 我们一生当中能成就 所以 念佛人 念到功夫成平以后 可以往生了 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 是不是马上就走呢 马上走可以 走得了 不是走不了 如果你要是真正聪明 你可以不走 我再在这个世界里面 把我的品位提升 因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当然也是一生成福 一生成福 一生成福 时间长 没有这个世界成就来的快速啊 经上说过啊 那功夫上轨道的人啊 娑婆世界修行一天 第一的西方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 所以在此地 你用个十年二十年的功夫 可以把自己从功夫成平 提升到利益性不乱 如果在西方极乐世界 同居图里面来修行 修到十报图 这个时间是相当相当之长 那我们在这里 花个几十年时间修成了 一往生 就升到西方极乐世界 十报庄严图 这个独自在 这个独自在呢 所以 自先化它了 自立立它了 我们 决定不舍弃 只要有这个机会 一定要做 除非我们这个寿命呢 到了 那就没法做 如果我们寿命还没到 一定要利用啊 这个这个时间 把自己的品位提升 那么这些修行方法 都在经书里面 我们要认真地 来研究 来讨论 这个一生当中啊 从不地凡夫啊 从我们现在这个地位 到地上菩萨 这是任何一个法门 都走不到 只有这个法门 再看第三 善干实的 是 寂静末法之时 特别是指我们现前这个时代 敢 敢是敢想 以死定末法 更多浅薄 法门中人 非欲几狂 这种现象 特别 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里面 可以说 时时处处 我们都能 发觉 尤其重要的 尤其重要的 我们自己要反省 要检点 我们自己啊 是不是属于 欲狂 这一类的更新 欲狂对于这个法门 我们都不相信 故魏妙法门啊 和让帝排为小教 和大笑 赐作全城 人 这都是 欲狂人的见解 这个第一法门 当神成佛的法门 他不认识 他把它认为是小教 老太婆教 学佛很好啊 如果天天拿到念诸念佛 好像感觉到很难为情 很丢人 认为这个法门呢 是没什么知识人学的 醋了啊 大醋 这醋啊 诱惑终日 是唯一栋树珠 或穷年半树黄豆啊 大肆婆心甚奇 能不为之上行也 这个一天的话念佛 素黄豆也是念佛 念怎么样呢 不晓得念佛的道理 对于这个念佛法门是有所知的 有一类人 我也听说过 真的都不是假的 有些女人他念佛 他为什么念佛 听说啊 这个念一身佛啊 就是一个钱啊 将来死了之后到阴间就得一个钱 多念了将来做鬼的时候钱就多了 可以做个富贵啊 就不做恶鬼了 所以他天天在念 他念的时候并不是希望 生希望极乐世界 希望将来做鬼的时候 钱多不要人窝 那不糟糕吗 这错都拿着去了 一定讲明体 要与自信觉相应 而且要能提升自己的境界 这是大师做这个苏超 教界后人的意思啊 苏书一的 一 即大师做苏之意 这是古德法师为我们说出来 为我们介绍 离世大师 为什么要给米陶金写这个苏超 书成也 于情数字解少亿 前面在这个人体里面讲过 大师本意 大师本意 全在尖利 尖利 尖利就是自利一套 念成理 与发起众生之真心 故极论念佛之宏功二 宏是宏大 念佛 在功夫或者在功德上讲 都是第一 当然 最重要的还是真心 今日之下 念佛的人多 真心的人少 这些我们一定要认真地去反省 去检讨 去检讨 我们不要说别人 要认真地检讨自己 反省自己 是不是真心 真心的人呢 一定依教奉行 换一句话说 圣圣圣佛号一定是居足 三学三会三字量 圣圣佛号一定与自信觉相应 这是真心 这是真心 如果与自信这正经不相应 不是真心 念念还是迷惑颠倒 那怎么叫真心 那怎么叫真心 念念还是是非人物 念念还是分别执着 那不叫真心啊 真心里面呢 没有这些东西 真心 真心的心是清净心 真心的心是广大心 真心的心是广大心 真心是无量无边啊 该予以一句弥陀 便饮群生处于苦海 哪仍不饶谁也 这个意思 不仅是大师的本意 这是设方诸佛的本意 设法四十九年 真正的意思就是在此地 以一句阿弥陀佛 就能帮助我们超越生死轮回 帮助我们一生圆满不及 帮助我们一生圆满不及 廉耻大师 圣得福心 那就不能不说 我们今天体会到这个意思 这一个经书 演义不能不讲 虽然是长 也得要讲 为什么呢 太重要 一切经可以不讲 这个经不能不讲 我更希望同修们 大家都要认真 来学习 希望诸位学了之后呢 到处去讲 不便的去讲 帮助本思 接引众生 帮助受奉一切祝福 以这一句佛号 便引众生出于苦海 那么你 怎么会不生西方极乐世界呢 一定是吗 所以要大家普遍的来弘扬啊 比什么都重要啊 再看底下一段 请假批 请是请求 假使假批 假使三宝假批 这个批跟我们现在挑手边的批是一个意思 这是一个破音字 就是佛的神离加持我们 没有佛的神离 大肆写不出主题 我们在讲台上没有神离加持 这个里面微妙的意思我们也说不出来 所以一定要请求祝福菩萨神离加持 请得其今也 佛灭夺后 凡有诸书 借归三宝明喜加提 明是安安当中 那叫价值 那叫价值 量以自己一人心理又心 而佛举五云大子 能令今晨其勤者 自得甚至 所以求佛加持 所以求佛加持 我们一般人家求佛保佑 要什么呢 要精诚 自然就得感应了 你的智慧也就开了 今 今 专修这一门 专学这一门 专宏这一门 专宏这一门 这叫今 臣是 除这一门之外 一心一意 专入这个一门 臣 决定没有三心而已 这叫臣 我们能有这个心 给诸书 西方三身 首先加持你 阿弥陀佛观音世事 受方祝福加持你 一切菩萨加持你 互发隆天 互持你 你怎么不开智慧 你怎么不得辩才呢 一定的道理 除非你不精不成 那就没有感应 真正做到精诚两个字 不求佛加持 佛也加持你 为什么呢 跟尸佛祝福一切菩萨 同心同怨 志同道合啊 哪有不帮助的事情呢 不要求主动的就帮忙了 我们今天的时间 如果有一些人跟我们志同道合 我们听说了 我们也得很欢喜 他没来找我们 我们先去找他了吧 志同道合嘛 太难得了吧 尤其在这个末法时期 能与祝福菩萨志同道合 不多啊 虚有啊 佛菩萨哪能不加持呢 这也是我们应当要明了的 到这个地方 到这个地方 是把 苏朝 这个通讯大一 这个五条 构题 简单的 介绍完了 那么下一次呢 我们就入了文了 就入了这个序文 就是通讯第一端 明信 入了文 那就更精彩了 今天只是把这个题的意思 热热地介绍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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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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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